觀眾 吃分會照顧手 不知道會不會 可能咱們手也會說 在開玩笑 台灣的地位 因為你一定會說 日本是台灣人的祖國 開始生肖 在全台灣發修 大家都會去想問 到底日本是台灣人的祖國嗎 你問你自己說奇怪 我就不會說是義勒 怎麼變成祖國 但是你如果去親親的父母 你打開那個 用毛筆寫的部分 你注意看 為什麼你的阿公阿嬤 甚至我以前 甚至有的是你老婆老婆 老婆老婆都是大情出事 還是交付出事 你自己覺得很奇怪 如果你看到台情還是交付出事 你還要想到 六個老婆是日本人 你什麼人 絕對是日本人 還不是 如果說日本人生一個中國人出來 這很奇怪 沒有那個道理 當然 這七十年的教育 全台灣人的鬧已經生得差不多 就是 他一直跟你說什麼 說 過去台灣人是從中國移民來的 本來我們就是中國人 其實你自己認真想 全世界都有中國人 你看到有沒有 我告訴各位說 沒有中國人 沒有所謂的中國這兩個字 沒有真的沒有那個中國人 中國 他現在跟我們教的歷書 五千年的文化對不對 其實黑白說 三千年而已 有文字 有這個文字出現這三千年而已 你以前的兩千年怎麼來 就是做企業 世界的三大文明國的文化 沒有中國文化在裡面 這三千年說 希特勒說的 希特勒有一本帖裡面有在說 在希特勒傳裡面有說 中國文化 是世界文化的雜草 雜草 真正的事情 我們台灣人確實都不知道 我們要說一句天皇爺 帝國的日耳罵民族 他自己說 他是全世界一流的民族 你如果想說 跟原來他是一流的民族 我不知道你要去帝國好不好 但你去帝國的時候 你幫我注意一個事情就好 有時候你走路 你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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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幾百的帝國人 走過來 沒聲音 這方面 跟誰人跟誰人 跟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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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希特勒一段 看到日本人 這個民族 有十天他爬起來 他在搖路 日本人 我們也是日本人 你看看日本人 在三院 海嘯 子媽咪 是很多人 但沒飯好吃 沒飯好吃 他都去排隊 排在什麼頭前 7-11 在排隊 你注意看 電視 有人插隊嗎 沒有 沒有 沒有人插隊 高速公路 你走 有人插隊嗎 有人 靠在旁邊 為馬路的旁邊 有了沒有 沒有 你有羨慕嗎 你有羨慕嗎 所以 國外的媒體 我注意看 大家都說奇怪 這個民族是怎樣的 所以 你會覺得 日本這個民族 真的是不錯 你都不記得 一個事情 台灣人跟日本人 同樣有那個所謂 1945年 八百十五個導航 對不對 一分天都沒有導航 那時候台灣裡面 警察不能出來管 軍隊不能出來管 沒有警察沒有軍隊 那台灣那時候 一定會亂 對不對 沒有警察啊 我要做菜 好 要手東西好 都沒人跟你抓 整整的兩個月 跟中華民國的部隊 要進來台灣的進行 整個台灣 沒有人犯罪 沒有犯罪 那時候的媒體 也說 他說 日本台灣 這個地方 令人震驚 他說 這個台灣一定會再起來 很可惜 喔 中國文化很厲害 來後 把你洗腦 洗得都差不多了 碰風 公白燦 疫宿 讓我們台灣人 已經沉淪了 我相信 你如果萬一說 現實是小的 是你收款 我是絕對不會相信 我們潛在意識 裡面 台灣人潛在意識 裡面 跟以前的日本人一樣 當然 現在的日本人也不行 我們要討論 現在的日本人 他如果過時你打開 你看看 裡面都沒有擋 那個擋都在什麼 所在沒有 二次世界大戰 導航一樣 會進行失敗 會恐懼 我們台灣就好了 我們台灣只給 一禮拜的時候 國民黨 抬十幾萬人的時候 台灣都已經沒有等 你的老婆老婆 再跟你說 你那人有火無水 我聽了這幾個 會嚇唆 我也沒 我剛好 我剛小了 我老婆老婆就跟他說 你那人有火無水 政體不操作 有沒有 那是 這個啊 日本人就是 用那種心態 他說他建設 他建設 他竟然不會忘 所以 我們今天就要來檢討 這個台灣 到底台灣要怎麼去走 我們說是熟米佔 是台灣是熟日本天皇的 但是美國軍事政府佔而已 這台灣人 有的人是真的 頭腦有到尾巴 他都無聲 他說米軍在哪裡 你有看到米軍嗎 有嗎 有嗎 沒有嗎 上禮拜你都看了 有兩個米軍 一個中尉 一個上尉 一個女子 一個女子 兩個是情人 躲在你什麼 何時 誰說 什麼炸彈 要把他放在飛機裡面 這個開玩笑 情侶之間的開玩笑 叫警察拿去 電視有出來了 你有看到嗎 那女子在空頭 有看到嗎 女子也漂亮 東偉 都不會搬 沒問題 但是有說 他們兩個是現役的 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所以有人說 美國海軍陸戰隊不在外 有在外 你有在外 你自己看 不在外 怎麼沒有 這不就是他選擇 方娘 這個 青春艦也好 AIT也好,金五路一百好 你去,你注意看 旁邊奇怪的都穿一些美國 頭問大家都聊得很久 像那個人做軍營那個頭 這是什麼意思? 美國開始進來了 美國進來會跟你說嗎? 他不會跟你說,他也不會跟中國說 不然你中國來試試看 所以我們怎麼知道就說 美國都依照法律在走 國際法律在走 國際三好平條二十三條 說你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你既然是 台灣這個土地主要的佔領全國 你就應該要來啊 我們現在在告美國說你要來啊 你要來啊,你不可以不來啊 你不可以叫那些中國人來代替你啊 現在代替你,你沒關係 你占領不能移鑽出款 欸,所有的扣分都給你 說台灣是他們家的 只會不會是我去你們家的 那時候 鄉鄉,我來去國賓 還是來去那個銀線 我叫比較多人 叫這個人來來來來 住在國賓的人來來來 我們來公道,說這是我們的 結果通過 あ,通過那個國賓跟 醫生管理的你想要看 不行的嘛 不是 今天台灣人來這種情形 這是獨拍的 說台灣他們是台灣人的台灣 講的很好聽啦 你法例預計在哪裡 在世界的一個醫情全世界 台本都是國王,不然是路王 你想要看啊 啊,現在是一樣的 日本有天皇 中國青條有皇帝 遠南也有皇帝 柬埔寨也有皇帝 泰國有皇帝 馬來西亞有皇帝 差不多現在國家都有皇帝 只有一個地方沒有 尤其兵 尤其兵那時候是誰人家統帝 是西班牙統帝 西班牙有什麼 有魯王 你看全世界 不是只有亞洲而已 歐洲、歐洲這邊 也是一樣都有皇帝 所以我們台灣人欠缺的一點 不是國際觀 欠缺就是說 什麼是皇帝的制度 什麼是魯王的制度 你搞不清楚 因為我們來 國民黨來台灣 我們收到這個教育 他一開始就跟你說 什麼民主國家 我問你一個事情 我推翻他說民主國家 選舉以來 台灣有選舉以來 你不要拿到 人買票的錢 你不要 讓人請去吃飯 你不要去遊覽 別人走 別人走 老大小小 不會把你捏彈 不用擔心 別人走 你給你看看 超過一半以上 這種的情形 就不叫做民主選舉 你跟美國說 你跟美國說 欸 我這裡 一百塊美金給你 你回票 什麼人 你看這樣 你會給我百 在開玩笑 這張票 是我 人身的價錢 我怎麼可以跟人家買票 台灣人 到現在有意志 如果想來要有買票 要有條件的官僚 我告訴你 台灣人 不能選舉 沒有那個能力選舉 你不能叫他 說台灣人可以選舉 那種 不可以 所以台灣民政府執政 他最少要經過二十年 告辱 庫本都要跟他解釋 不可以說 因為 你去接受 人買票 或是由南 叫你回到什麼 你回到什麼 這種都不對 就要訓練跟我們台灣人 也要判斷 自己會判斷 這個被選舉人 是一個對社會很好的人 我跟美國說 一個康體就是官 一個縣 他那個議員 是我的薪水 你怎麼知道 你給我看看 五百塊美金 一個官的議員 五百塊美金而已 五百塊美金 怎麼那麼多人 也沒有很多人 但要做的人 都是什麼 當地的士尚 他有賺到錢了 他真的要拿社會的服務 要去選 我說這都沒有 你上網去看看 五百塊一個月而已 他是真真正的 要配這個地方 人來服務 所以 他們康體的議員 他們說話大家都服服貼貼 台灣不是 台灣如果做越大 管議員 那時候有管議員的時候 做議長都是黑道的 管議員也是黑道的 你怎麼不知道 你知道嗎 他已經改過 向上 以前 黑道 現在已經改過了 我告訴你 狗改被人吃食 他有可能 他買票 買票 花這麼多錢 他不用收回收 他沒有辦法回收 所以你看看 台灣是這種人 你會覺得很無可奈何 你一定覺得無可 我就覺得很無可奈何 選過議員 選過議長 哇 整個都是黑道的 他不是說 這個為甚麼人開始 李領委 所以李領委叫馬醫 黑金 買票 絕對不對 買票就是 用你的人家 把你收不起來 當然 每個人拿到錢 像我在這裡問你們 如果說到錢大家都很高興 一定 所以外面的人 像我們那個 黑道新北 就是厚藤新平 那些新平 就是第三個 民政中官 二十幾歲 日本的 風地 日防 就派來台灣 做民政賞官 過十幾年後 日本全都交建 台灣好館 很好館 只要三個都 他們就可以 愛錢 怕死 愛做官 什麼 其實 你如果做官 你不要貪負 有什麼不好 我們來這裡想 我們就是培養你們 是台灣民政 後半的行政官員 但是你要培養你做行政官員 希望說你能夠 真的能夠了解 台灣民政 到底是要做什麼 後半的台灣民政 如果福利很好 你的薪水很高 你有房子好大 你的小孩 賺錢都不用錢 從優點開始賺到大學 賺到大學 賺錢都不用錢 我問你貪負 要做什麼 貪負就沒有意義了 對不對 小孩 賺錢都不用錢 賺錢 賺錢都不用錢 薪水三倍 有房子好大 你的小孩也有房子好大 把你照顧到小孩去 你貪負有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的一個政策就是 後半的這些土地 都說收貴高有 你不要再插土地了 插到現在的土地 老百姓的房子買不去 買不去 我早上騎一條 我早上有去台北 我本來也一直都住在台北 這兩年 因為我們台灣民主理想 就在巴尾這個土峰這邊來 那裡巴尾那邊也有房子 我想說買不算 不要有房子 一坊裡面 你有沒有看到 在民主道路 你會走一條 八十幾萬 我 蛤 八十幾萬 買的時候才來十幾萬 現在八十幾萬 那時候都炒起來了 不對 你不要說 以為說八十幾萬 我感覺說要很好 我賺到我有錢 我不高興 八十幾萬是什麼人買得去 一個月兩萬幾塊的人 要怎麼買房子 你的孩子兩萬幾塊 你現在年紀比較大 你可能有賺一塊 你的孩子兩萬幾 我是不用騎家 變成小孩都要賺什麼 賺老婆老婆的房子 現在都生什麼人有錢 剛好那些家 連車隨便告訴我 我前幾天 帶一個香港 來台灣 說要做什麼 說要買房子 帶他去哪裡 他跟我說 在那個 電影園 不是啦 那個電影園 那個什麼 叫做好萊塢 什麼 那個地方 在那個 台北市政府的旁邊 他說要看房子 一間房子 你看看 一百多坪 一間房子 兩億兩千萬 他說有比較少的嗎 有 一億九千萬 我簡直是不敢想像耶 我真的不敢想像耶 我們在座醫生 有看到嗎 不是我們散而已 和我們的孩子也散 我們的孫子也散 我們這四人裡面 不是跟我們這四人 我們的孫子 我們的後代 也因為會變成什麼 變成奴隸 所以我常常說 台灣人讓中國人養著的 我們養雞 啊 是要做什麼 要台 要吃嘛 雞仔 你養要吃嘛 那不是 那中國人你養在台灣人 台灣人要做什麼 替他做工具 交稅金 替他做兵 替他扶勞務 你認識他 我說的有利還是無利 努力 你可以再想 你台灣人是這種的情形之下 你怎麼兵心 你要怎麼翻過來 你沒辦法 我怎麼有法度跟錢 給你說來 總統跟說 有沒有 從來沒有 你也沒辦法說他 怎麼說 如果說到都 說到錢 他比你更多 你不要在家裡 有的 這樣 好像不順利 他很厲害 衝啊 被他急兵 最厲害 你是自殺而已 到現在為止 為了台灣獨立要自殺 已經有很多壓力了 很多人自殺嘛 以前台中 海洋支援 因為海洋支援 這是地下電台 我也參與 我們一個播音員 叫做佑 我不要說名 佑 這禮拜他告訴我 他說 我不是叫秘書長 等一下 我 我要自焚 要來抗議 我說抗議什麼 我要抗議 民進黨這場 民進黨壓迫我們的言論自由 取締地下電台 不開放 他又要自殺 我開玩笑 你如果要自殺 你拜託 你不要再自焚 你乾脆 你去摸一摸 摸一摸 摸一摸 走回去撞總統府 如果要自殺 要是這麼大 又不再 一個星期 真的自殺 因為路營 大家跟他去的加油站 買吃湯的氣油 從波音室 自己南 當然保持不死 好了 保持一大一顆 波音室自己南氣油 真的自殺 我處理啦 我去憲定 我說唉呦唉呦妳也差不多咧 妳的養殖和這些播音室都要燒燒掉 剛好也沒關係 播音室都要燒燒掉 妳要補幾百萬 我說妳怎麼說 我就跟妳說過 妳如果真的要養殖 妳就拿某一個炸彈去 這種的人已經台灣發生很多很多很多 台灣人喔 有苦處 但不知道要怎麼逃 所以真正的事情 完全會跟妳說不會跟妳說 所以我們研究出來這個建政法 什麼是建政法妳都知道嗎 海牙地勢公約 日內有和平公約 紅十字會有關戰爭的部分 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 還有美國陸軍總署FM27 會三千幾條的戰爭的規則 所以我跟妳說前那個阿翁 主殺 老兩個孩子要怎麼辦 所以她的喪事是我處理的 錢我處理 沒辦法 她的那個墓地 是一個東西嘛 她剛開墓園 她說她處理 妳看 很年輕 三 四十歲而已 人死 白白死了 沒效 所以我們現在來這裡 妳想這個法例 我覺得很好 很欣慰 妳就要真真正 吃日本新台灣要討論 妳新台灣要討論 妳討論 妳就會很清楚 也不會去紅瓶去 別說在這裡討論一個三天 在那裡人又說下去 妳的心就又歪了 妳第一 日俗 什麼叫日俗美術 日本天皇在馬關條 抵到台灣 到現在為止 有改變 沒有 沒有什麼合約 或是條約 說日本天皇 我台灣 把妳拿回來 沒有 所以今天為止 台灣這個土地 跟朋友的土地 是什麼 是日本天皇 美漸就是 戰爭以後 古金山和平 就是 決定台灣地位 23條 美國是台灣的 主要戰的全部 所以美國在漸 這台灣人 只會說 不是日俗 不是美戰 也不是中國的 好 沒有誰的 說妳的嗎 妳有兩千三百 兩千萬 那三百萬是中國人 妳沒有在台灣 妳兩千萬 是要怎麼本 牠牠一塊一塊 主權就不是這樣說 主權 就是三百萬 什麼時候 台灣這個主權 在日本人的手上 很簡單 馬關條的時候 台灣這個土地是什麼 是殖民地 因為 國際法有規定 殖民地 在建政裡面 可以割來割去 但是 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不能割來割去 馬關條 不是只割台灣票而已 還割一個 什麼 遼東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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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遼東很近 在山東 三島 那是遼東半島 但是 那時候 三個國家出來抗議 意大利 德國跟蘇聯 他說 NO 日本的高科書 就是三國干涉 他說NO 因為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能割讓 所以日本天皇 你要向他 日本天皇乖乖 過一個禮拜 又簽一個 叫做遼南條約 從遼東半島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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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遼東半島 不能割 因為遼東半島 是什麼地方 在中國叫做奉天 奉 尊奉的奉 奉天 奉天是什麼地方 這是滿清清朝的 這個花園地 往前 就是婦姨 婦姨 婦姨 後來就離開中國 不是離開中國 離開這個北京的時候 向上 奉天 他還宣佈說 他清朝 還在建立王國 所以 日本天皇 後來又清朝 簽一個 叫做遼南條約 奉天行朝 清朝 那就是神聖不可分割 在台灣跟澎湖是殖民地 理所當然他可以割 我們也不要自己 叫做我是中國人 你才是中國人 人家已經是民地的人 在那個第二次世界 以前 多數都是殖民地 河南最愛共 河南 東南亞 跟台灣 他都開什麼 開公司 河南 河南 有一個公司 河南的公司 在經營什麼 經營做堂 稻米 茶葉 他利用殖民地的人 你做官 做事情 要你賺錢 跟我們現在 台灣人 現在是給中國人濕淫 所以我們去替中國人做事情 所以你不能說 你叫的稅金是應當的 我們繳的稅金是絕對不應該的 你不能聽我講 你明天就開始抗稅 你抗稅 你抗稅會抓緊 我先跟你說 因為你要抗稅可以 一步一步 像美國中華民國 把它繳給倒去 那當然 我們就不用繳稅了 你說奇怪 沒有繳稅 我們台灣是要怎樣 很簡單 購那個波多利哥 什麼給你錢 什麼 美國 對啊 美國給你贊領 贊領另外兩隻的意義 是什麼 你要刺你 他給你贊領 他就要跟他刺 刺到你這個地方 選出一個新的政府跟他合作 你如果政府不想生日不孫 他就要英文刺你 所以波多利哥的人 整個國際法打得很好 他的年輕人都在賺國際法 他就用法度對付你美國就好了 所以我們台灣人 如果你把我們這些年輕人鼓勵 你要賺建政法 現在全世界我可以跟你說 包括蘇聯 包括歐洲一些小國家 都在找我們 找什麼 因為 建政法 撻建政法 到底是沒有飯好吃 所以我在日本撻建政法 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撻建政法找不到頭路 但是比較好比 我比較容易得到博士學位 我是跟你說實在的 我是沒有跟你說實在的 我是沒有跟你說實在的 但是我現在要鼓勵 你怎麼去建政法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要救台灣 就像一條路而已 用建政法來救台灣 國際 建政法也是國際法 用國際法來救台灣 用國際法來改變台灣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人都都傻了 憑慨要做中國人的路來疼 憑慨要做 替中國人招的水金 有招到水嗎 沒招到水嗎 沒招到水也很奇怪 你加的油也是水 裡面都有水 每天都有水 你用的東西都有水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說了 我還會 油一瓶怎麼那麼熟 像台灣這麼貴 路加塞 油衣 中油衣 每年都了解 你怎麼沒看新聞 了解都照想在拿什麼 年終獎金 這不是什麼制度 我來想不來 如果你們家自己開公司了解 那年你要發年終獎金嗎 你看看 你要跟員工 拜託拿錢來到倒塌 了解又發年終獎金 中國人那一條 對一條我搞不清楚 但你要知道 到這個地步來 中華民王馬上要離去台灣 十一月 發年來宣佈 律師長也能夠 今天開始 我等一下要跟他記名 稍等一下 他就要去台南看他們遊行 他們就住台南 十三號呢 再是先看 高雄酒的遊行 明天會到台東酒的遊行 明天會到 看 新茶酒 台北酒 跟宜蘭酒的遊行 這是律師已經來了 律師來要做什麼 他不是普通律師 他是兩千塊人 他就主動要做我們的律師 這個律師很久 那時候我在找美國律師 要告美國 沒人敢 因為美國的法音 有一個規定 叫做無聊訴訟 什麼是無聊訴訟 就是說 你無台無事去告人 或是無台無事去提出訴訟 結果那是沒有法律根據的 那個律師會去撤挑 他的牌照 這叫無聊訴訟 美國的一些律師 看到我們的案子 都會怕到 怎麼怕到 哇 這麼久 你要告到我都贏了 他很怕 變成無聊訴訟 這個律師就把他挑出來 他說他自我介紹 我找很多 這個人告訴我 他說我在美國華盛頓DC 我在教大學 我在大學 在大學的國際學校 他教授 我在天理教 你從資料來給我 他也不知道 也要我給他資料 他資料看法 看資料 誰要納資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要納資 我們要納資 美國律師是這樣 我最初他跟五位 他這塊是怎樣 要給我騙錢 那不是 他看法 他跟我說 我有把握 路北我知道 我來這個律師 跟美國的官方 非常好 我懷疑 美國的官方 就是國務院跟國防部 叫他跟我們聯絡 叫他代替我們 當我們的代理律師去國 我懷疑 跟這邊 也是一樣 因為美國法 他已經打破了 台灣人 沒有國情 他一直想說 沒有國情 是怎麼逃 中國美國那些 現在台灣人還傻 你跟我說 沒有國情 他們不會聽 對吧 所以美國 跟我們印 新聞情 他說 新聞情是嫁 是在我們家樓下的印刷槍 印 有 有人相信 真的有人相信 我們家樓下的印刷槍 還有那些追尊 可以防衛 還有 碰IC板 那個chip 有可能 台灣人不會想 我在網上很大聲 小聲 我就想起 我跟我們的通信 說 你喔 去牽一百萬改革 跟他說 我一百萬拿出來 來來 來去美書長 他們樓下看印刷槍 有在印嗎 那不在印 你花五十萬就好 那你印我一百萬給你 那怕到了 那個 有心人靠過去 要在那裡煽動 到現在也有人相信 甚至 夫人去美國 英國醫院 說夫人是中國人 是中國特別跟栽培 要嫁給秘書長 一個女生 可以跳槍跟栽培 還甘願要嫁給我 你看到有這種女婦 有沒有 有的女兒 絕對沒有 對不對 什麼人要聽你的命令 跳槍跟她栽培 栽培跳 她怎麼會知道 我會出來告美國 我怎麼會組織台灣民政活 沒有 這也有人相信 說她是中國人 其實夫人是 幫救的臨駕 班橋 你們這裡 你怎麼聽說 對 她是幫救 她家三四百年都在台灣 她怎麼中國人 說得有 有一天 有一天 說她出事 以後 中國出事 以後 馬上 有美國人把她 帶去用 回到中國 中國 中國出事 中國出事 特務訓練 說得有一次次 我一個人看得很愛 像路邊最近 我們教那個 因為 在台灣我沒有教 台灣教 換他最多 破他十萬 黃愛明他十萬 二十萬 要死嗎 去日本國 日本最近開庭 十萬 就算破 叫他破三億 日本 比較多 黃愛明他就破很多 夫人你怎麼看 對不對 他有生中國人 沒有 對不對 完全不像 沒錯 他在幫救大善 台北的孩子 都不會說台語 那是一定的 我兩個孩子 都不會說台語 都在美國 都不會說台語 但是我現在 每天 他有回來 要吃飯 我都會說 你如果沒有說台語 你不要跟我一起吃飯 都說 說英語是沒關係 說北京語 我講 你講北京話 我不敢跟你說 你說什麼 我聽不懂 就聽我 就聽不懂 你那個學台語 我們的孩子 也很多都不會說台語 對不對 你的孩子不會說台語 這樣而已而已 很多人 在那裡南部 台語 比較好 對不對 台灣人的文化 在那裡搖不起來 快要被滅亡了 如果我們台灣 民進府這條路走得不行 你聽我告訴你 以後就沒有台灣人了 這個 蔡英文很強 什麼 如果他斷動選總統 中國人 要來台灣 一樣 那個數目不會減少 你打得壞 對不對 台灣就是台灣 中國就是中國 不過我這個 說這句話 不是一邊一國 不是喔 因為台灣不是國嘛 應該是中國跟美國一邊一國 中國跟日本一邊一國 那是文化 中國跟日本一邊一國 台灣不是國家 所以你看 台灣人說 要 這個什麼 叫做 返回聯合國 要打他 打他 那真的是在騙錢 打官籍 贊助那個人 去美國 一年去一次 他還沒回來 我就聽我跟你說 每年我都這樣說 他每一次去 去那個 那個華盛頓 說要加入聯合國 我告訴他 他回來 他能跟你說一句話 中共打壓 中共怎麼那麼厲害 他怎麼打壓 你 但是那個理由都固定 我們都習慣了 那五皇帝的就直接交錢 台灣民主府有給你收錢嗎 你 欸 你來這裡住 你來這裡住 那是民宿耶 那跟我無關耶 台灣民主府無關耶 你在這裡住 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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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些東西 你不用交錢嗎 我們就不是阿爸說 要交錢 是因為我們使用人家的地方 事實上說 尤其先生也沒有比較久長 他為了做這個地方 發你一招五次了 五次 都送他去 通風管政府 通風管政府 又叫他去 叫你不要做 台灣民政府 你就不會有這麼麻煩 你說好啊 我不要做可以啊 每一年我這幾十萬元的稅金你給我叫 黏了 我叫人幫你做 那要叫誰幫他做 我已經跟台灣民主府簽30年的合約了 我很聰明 我沒有騙 因為我都知道說 如果做一做的 他一定會給我刮照 會給我刮照 會給我們台灣民主府刮照 我們人家跟他說 所有人錢都去收 我都不用 我上課都沒有錢的沒關係 所以 變成說 他們就去找 現在法年開燈嘛 法年開燈開燈了之後 去五次了 有兩個很差別 兩個發官 跟他說什麼 說之後 筆路都做得好 叫他來頭前 我跟你說 你做得很好 各位 你聽不懂 法官跟有些人講 你做得很好 法官本身 心裡面有一八尺嘛 台灣民主府 有一天起來的時候 你那個黑白狗的 你就在死 我告訴你 我們會報復的 我告訴你 你不能看我這樣 民故意故意 怎麼不故意 我告訴你 你破壞台灣民主府的執政的時間 我一定會報復你 我沒有騙 我做得很困難 我沒有考慮 什麼頭路 我都沒有在這裡 轉心 在顧美國 轉心帶台灣人 出來這條路 這樣好不好 好